Toyota Carola Altis 一直是國內不最好的房車 它平均一年的銷量大概有3600輛 總代理在10月5日推出了小改款車型 整體表現怎麼樣就跟我一起來去瞧瞧 Altis 一直是國內消費者相當喜歡的家庭房車 雖然它的Slogan是打All New Carola Altis 但嚴格來算它應該算是小改款車型 主要改變的項目除了它的外觀 尤其像我們試駕的頂級車款 它的頭燈增加了LED大燈 LED大燈除了它可以增添科技性以外 它的照射效果或範圍都更廣 它的照射距離可以達到300公尺 然後包括它的霧燈尾燈也是採用LED的設計 所以整體的外觀看起來其實與前幾款差不多 以這樣一台家庭訴求的房車 其實它原本的質感就不差 不過它的中控台配置有經過些許的改變 那包括它的儀表 控制面板 還有出風口 那出風口是採用類飛機的渦輪的設計 所以說看起來比較動感 而且風向調整起來是比較舊手的 那還有儀表呢 又增加了這個車外溫度顯示 那對我來講我覺得有一些實用性 因為你可以知道現在外面的天氣狀況 你在上下車的時候調節你自己的穿著 那控制面板呢 當然它不是採用液晶顯示幕 它的功能相對是比較保守 而且沒有導航這些都要額外再選配 不過使用上還算是方便 那比較特別的當然是它的這個駕駛座 它多了這個電動腰口 所以在長途行駛的時候 它會減緩疲憊 過去呢 Altis 常被人家批評的 就是說它配置的輔助氣囊太少 那這一次小改款車型最強化的重點 當然就是主被動安全科技 那主動安全呢 它除了增加BOS 煞車優先系統這些電子輔助 那還有動態穩定系統之外 它還多了6G SRS輔助氣囊 可能很多人會說Toyota車款的操控表現不好 其實那是既定的印象 或者是以兒傳兒的這個謠言 事實上新一代的Toyota車系它的表現都不錯 那包括這一代的Altis 它的操控在同級車中絕對都是頂尖的 它的懸吊結構雖然是採用前曼花城 後拖翼必加扭力量 那當你在山道上 尤其小夾角彎道 序列操駕的時候 它的動態穩定系統 它偵測到你可能會出現推頭 它就會提前抑制 那當然它抑制的時候 你會聽到輕微那種 幫你煞車的那個聲音 因為基本上它的懸吊阻尼 其實算是硬 那它通過這個冷孔蓋 或是齊齊露面的時候 它在震動的這個處理上 就沒那麼精細 所以舒適性也沒那麼好 但是整體來講操控表現不會差 那在動力表現上呢 台灣的Toyota車款 只要是亞太戰略車 台灣都是優先販售 而且在動力規格選擇上 也比較豐富 那這次比較可惜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包括像大陸那邊的廣汽豐田的雷靈 就是它的原生車款 那有1.2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那台灣還是一樣沿用舊款的1.8四缸引擎 搭配Super CVTi的變速箱 但事實上呢 我覺得廣汽豐田那顆1.2引擎 當然就碎質跟油耗表現上 可能它有比較出色的表現 可是這一顆1.8的自然進行引擎 其實表現也不差啦 像今天我們在設置33度的這個高溫 進行0到100加速實測 它還是可以跑到10.5秒的成績 而且車是在沒有Run-in的狀態下 就是我們今天簽車的時候 這台車才17公里 所以其實是有一定的水準 在動力的使用上你不會覺得不夠 那只是說這個Sport的按鍵 我在試駕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開關只是點綴啦 它沒有實際的效果 我們測試試駕車款 是售價79.9萬元的尊爵版車款 沒錯它這次新動力 並沒有出現在小改車型上 而且它的影音設計也稍嫌陽春 但是它卻針對過去的造門 也就是安全配備大幅的提升 再加上它還是國產車中 唯一採用LED頭尾燈的房車 售價微幅上揚 占力卻大幅提升 毫無懸念的 它應該仍然是國產車中 銷售最好的房車